外媒引述印度地方政府高层的话指出 鸿海印度清耐厂将再关闭三天 可能30号才会恢复生产 鸿海印度清耐厂的约聘员工 因为不满宿舍环境和食物品质 在18号发动抗议 印度地方政府原本表示 鸿海已经同意员工提出的要求 承诺改善工作和居住环境 包括扩大住宿区等 因此清耐厂即将复工 鸿海对此并未作出回应 这座工厂负责组装 美国科技大厂苹果的iPhone 12手机 也传出苹果最近已经开始在这里 试产iPhone 13旗舰机 分析师表示 这次工厂关闭对苹果的冲击并不大 但在苹果因为美中贸易紧张 试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之际 这座工厂长期而言扮演重要角色 12月底若能顺利复工 外界预期鸿海将加快恢复生产 以冲刺出货 淮宇新闻赛特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